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港海小张 今天又来港海了 今天的后面噢噢噢噢的 好多这些大鱼船都要靠岸了 就进港了 我今天过来港海 走吧 咱们看看 今天能说过些什么 这边这个地下 肯定是一只包咋鱼错不了 登登 哇 看 好大的一只小短腿包咋鱼 它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 看到没有 这只个头还不错呢 看 嘿 哎呀 吸住了 噢 吐没了 天哪 我的新靴子 不弄脏了 哎 嘿 收了 上货一只八爪鱼 哇 这只大鱼是应该不小的 看到没有 在这个沙里面 扣出来给它看看 一直在吐泡泡 肯定是活的 洗干净 看 这个头过不过瘾 太羡慕了吧 今天晚上回家吃它 收了 哇 前面这里还有一只 这只还胃胃胀的狗 胃胃胃胀 胃胃胀的口 来来来 它就缩进去了 它吃的什么呀 这里是它吃的食物吧 在这觅食的 一只大鲜嘎 也是不错的鱼头 收了 也带着 前面这个水坑已经落下去潮了 咱们上这边来看看 哎 过来看看 这边那个石块 这底下 是不是一条安康鱼啊 这是一条小安康 这种鱼肯定是上岸就死掉的 应该不活了吧 它怎么张那个大嘴啊 不会咬什么 看看 咦 我会是上岸太滑溜了 一旦拿不住 看张那个大嘴 哎呦 活不活了 这东西一生气就鼓起来 看 带两个小鱼鳍 跟要飞了似的 带两个小翅膀 这是它这个导航灯啊 它是深海的鱼 用这个灯 然后可以指引它的方向 辨别方向感 说了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 此时活它也不动 带着啊 前面那个大水坑看一下 哇 这底下都是海葵啊 看刚刚落下去 一朵朵绿色的 都是这种海菊花 长在石头上的 哇 看看这边 这边的空里面 一只大龙虾 这是一只大龙虾呀 好大 哎 哇 我怕它大钳子够起来夹我 哇 看 这大龙虾骨头不小 看 那个小钳子 它举了一个石块 干什么 哇 这只可以啊 咱给它收了 大钳子里面那个肉啊 特别的黑 带着 回家直接清蒸一大盘 打点水 这边过来看看啊 这边大石垢底下 咱们看一看 哎呀 这下面没有个缝隙呀 哇 看这个大海葵好大呀 在这边 能看到吧 这只大不大 过不过瘾 哇 整个把我的手指头咬进去了 哇 这东西可补了啊 男人吃比较好 哇 在这边这个缝隙当中 我发现一个鱼尾巴 看看看 这条鱼看起来就不小 哇 哇 好大呀 我这个鱼太能甩尾巴了 哇 拿住给他看一下 嘿 哎呀 别别别别 哎呀我天太有力了 这条鱼看 哇 剩上 都受伤了 看 肯定是在这个石壁这里啊 小欧欧油被划了受伤了 它是搁浅 空在这个地方 一漏的 看这只大海 摔了它一下 哎嘿 我再 快把它先放到桶里面 哇 大家看 比我这个大桶啊 还要大 一只大鱼就抱桶了 是不是很过瘾 受了受了啊 看这些石壁 边上看 还没有别的货 哇 这边这只 八爪鱼 是个短腿的 但是它个头好大 看到没有 哇 大脑袋鼓起来了 身上这个纹路 是不是很不错 哎呀嘿 抓出来 看 哇 这脑袋里有大米 看 这顶上是它的 那个缠的暖 这个八爪鱼回家 好吃 怎么样 个头不错 咱给它收了 带着 这些小竹筷 咱都翻翻看看吧 哇 这边 这边是一条长腿 看 个头 中等个头吧 小鲍爪鱼 还行 也可以带走吧 跟那个大长腿可以 跟那只大短腿 可以凑一盘 炒着 这只小八爪鱼 它都没有 刷牌刷牌的 你看一碰 它上那个纹路 就清晰可见了 这只 这小短腿啊 太能吸食块了 来来来来来 把里干净 收回家 上货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 大鱼 大龙虾 安康 收获不错 看 这后面长头了 快长到这上面了 我得回家了啊 要不然太危险了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